就在那个女子时向前方 镇抹鼓动的洞口 忽然连空 生出一团白气 与周围黑气阴风形成强烈对比 而巫妖也停下了身子 默默注视这团白气 白气越聚越多 渐渐凝聚成形 变作一个人形模样 从金平儿这里看去 赫然是一个高大男子 右手持巨剑 左手握大盾 他的身体完全由白气组成 在阴风中飘摇不定 但身体动作 甚至脸上神情 竟是完全清晰可见 金平儿恶然无语 半赏他倒吸一口凉气 他乃是魔教出身 对这等鬼魅之事 多少也知道几分 古老相传 人生老死 唯有魂魄不灭 一世寿终 并有魂魄离体 往头来生 生生世世 轮回不息 然而世间之中 却有怨灵存在 以贪 嗔 痴 三毒 故 以为恶 怕 恐惧故 眷恋 臣氏 回首前臣 不愿往生 视为 阴灵 当年鬼历还是青云门 小弟子张小凡时 与陆雪奇 一起落入空苍山 万福谷窟中的死灵渊下 在那无情海边 便遇上了无数深渊之下的阴灵 只是那些阴灵便是具凡人魂魄 被当年炼血堂杀害而不能往生 常人遇见固然被害 但在修真之人眼中 却并非什么厉害的妖孽 所以 当年张小凡陆雪奇 道法未成 还能苦撑许久 金平儿所望见的这个阴灵 却绝非那些普通阴灵 而是传说中 最为罕见的凶灵 这类魂魄 生前多半就是修行高深的人物 死后 却因为某些极为强大至深的凤凯痴念 竟是舍弃往生 甘愿守护某物 做个凄凉野鬼 飘荡于阳世之间 这等凶灵 本身道行已然颇高 再加上死后具有鬼力 更加凶险 普通的修真之人 根本不是对手 可以说 乃是万中无一的凶悍鬼物 只是修真中人 往往对罕生看得比常人更重 先有舍弃罕生的 所以凶灵才如此罕见 金平儿此番突然看见 倒还真是吓了一跳 不过看过去 那个黑衣的乌妖 却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意外 面对这个挡住他的凶灵 他只是慢慢抬头看去 凶灵由白气组成的身体极为高大 几乎是挡住整个震魔鼓动的洞口 乌妖望着这个如战神一般 手持线盾的凶灵 他叹息了一声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他悠悠地说道 凶灵是冷冷注视着乌妖 他的白气和乌妖的黑衣黑影 就像是两个绝不妥协的极端 你这个背弃了娘娘的叛徒 有什么资格敢说这话 乌妖的身子似乎颤抖了一下 永远深不可测的他 竟然被这么一句话 刺得全身剧痛一般 他抬头望着那张愤怒的脸庞 半嗓却始终默默无语 慢慢低下头去 你让开吧 乌妖沉默了许久 那个凶灵冷冷望着他 在娘娘的神想之前 难道你还没有悔意吗 乌妖身上的黑衣又是一阵轻动 看起来似乎在黑衣之下 他十分激动 只是他终究没有再回头 看一眼那个女子时相 我没错 是娘娘错了 畜生 你这个无耻之徒 竟敢说出这种话来 凶灵是豁然怒笑 笑声如天际惊雷 瞬间落于凡事 直扎得远近飞沙走石 远处的金瓶儿眉头紧皱 忍不住身手捂住了耳朵 隔了这么老远 那一黑一白的对话 他倒听不真切 但凶灵这突如其来的一声爆吼 却突然像在他耳边打雷一般 震得他耳朵是嗡嗡作响 远处乌摇黑沙蒙面 看不清楚他的什么表情 但只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却是越来越苍凉痛楚 我没错 我没错 他喃喃自语着 也不知道是对兄灵说的 还是对自己说的 或者他是对着身后 那座石像说的吧 黑沐 你快在娘娘神像面前 跪下请罪 绝了你的痴心妄想 我们就还是兄弟 否则从今之后 你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 乌妖的身子一震 你 你还认我是兄弟吗 是 只要你断了痴念 对娘娘神像请罪之后 与我一同守候娘娘 镇守着镇魔鼓动 你黑沐 就永远是我的兄弟 乌妖的身上 黑衣随风飘荡 隐约可以感觉到 他内心的激动 只是 只是过了片刻 他的身子渐渐平静下来 整个人沉默不语 而那个兄灵望着他 原本阴阴期待的表情 终于转作更深的愤怒 你还不回头 乌妖此刻的声音 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一如到平日的语调 我没有回头路了 兄灵是一声怒吼 巨大的剑横空斩下 在乌妖身前挥过 刹那间沙土飞扬 远近的土地 都似乎震动起来 金平而为之变色 这兄灵道行之高 孩子的想象之上 只是看到乌妖却毫无畏惧 冷冷望着那个兄灵 大哥 住口 我不是你大哥 纵然你不认我 我也还认你是永远我的大哥 但当年的确是娘娘错了 事到如今 我就是要为娘娘做完她未做之事 你是疯了吗 就算我是疯了 这件事我也要去做 说吧 她身形飘动 向着震魔鼓洞中飘去 兄灵显然极为愤怒 她大吼一声 巨剑向乌妖当头斩下 这一剑之威更胜钢材 整个鼓洞的洞口石壁 纷纷颤抖 像是要坍塌一般 金平儿远远望见 仍不禁为那乌妖担心起来 只是乌妖 此刻已经没入震魔鼓洞之中 身影被石壁挡住 与兄灵如何交手的动作 金平儿却看不见了 而在鼓洞之中 腾起的沙石落下之后 兄灵是怒笑不止 乌妖的身影却已经不见 只有那个鼓洞深处 深邃的黑暗中 传来乌妖的声音 大哥 你生前死后 都是绝世的英雄 只是我们现在 都是同样的人了 你这又是何必 兄灵的力声而笑 笑声淒烈 仿佛在胸中 有熊熊燃热烈火 燃热心肺一般 震魔鼓洞中沉默下来 显然乌妖已经走远 兄灵沉默 片刻之后 他缓缓转向震魔鼓洞洞口 内尊石像 巨大的白色身躯 慢慢扭动 阵阵白气如青烟萦绕 缠绕在石像女子的周围 娘娘 滴滴的梗液来自格式的碑梁和沧桑 带着隐约一丝无助 在天地间悄悄回荡 而她的身影也渐渐飘散 在黑气阴风中 慢慢地消失 震魔鼓洞前又恢复了平静 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只有那个女子石像 依旧安静地处立在那儿 还有永不停歇地阴冷呼啸 从震魔鼓洞深处 不停地呼喊着 那声音仿佛更加凄凉了 中土 南方 湖岐山 荒凉的山脉之下 隐藏着魔教鬼王宗的总堂 无数魔教弟子 在这里面忙碌地进出着 在这个地方的最深处 那个巨大的天然洞窟之中 鬼王面无表情地站在平台之上 望着下方血池中 那两头上骨骑兽 奎牛浸泡在血水之中 一动不动 连眼神也暗淡下来 而前一段时间 还在奋力挣扎的黄鸟 此刻似乎在某种诡异之力压之下 精神也尾顿下来 安静地泡在血水之中 不再动弹 孤玄在半空中的扶龙顶 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缓缓转动着 投射出一道道红色光幕 将奎牛和黄鸟罩住 浓烈的血腥气息 充盈在这个洞窟之中 有一道黑影一闪 鬼王宗里 最神秘的那个鬼先生 飞了上来 出现在鬼王的身边 鬼王向他看去 如何了 鬼先生的打扮 与南疆出现那个神秘的人物巫妖 有着几分相似 都是一身黑衣 黑沙蒙面 只是声音听起来 还更加苍老几分 此刻只见了黑沙轻动 微微点头 已经差不多了 魁牛降服 黄鸟不出三日 一颗搜灵龟阵 四灵血阵 已经成了一半了 鬼王没有说话 慢慢地点了点头 鬼先生淡淡地说道 不论正道的话 但只这四灵血阵 一半的威力 已经足以扫平万毒门 和和欢派了 鬼王看了他一眼 我要对付的 是青云门的诸心见证 鬼先生默然 鬼王转过身 缓缓走了开去 同时说道 我会加剧寻找 其他两只灵兽的 这里的事儿 就摆脱你了 鬼先生从后面 望着那个身影 渐渐走远 眼中一芒闪动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半晌 他这才转过身来 沉思一会儿 突然叹息了一声 身影闪出 又像底下的血池飞去 孤枯之中 血腥气味 陡然又浓烈起来 鬼王从那个血池 骨枯中走了出来 覆手而行 走过长长永道 来到一刻石子路口前 犹豫了片刻 他的脸上 似乎闪过一丝伤怀 转身向右侧 那条道路上走去 一路之上 多遇到鬼王宗弟子 一众人见到鬼王 纷纷低头行礼 鬼王也不搭理 就这么慢慢走过去 一路走到路的尽头 就是那个寒冰石室 他站在门前 原本稳如泰山一般的神情 却突然像是老了许多一般 嘀嘀地一声叹息 他推开石门 走了进去 一股冷气扑面而来 鬼王反手将石门关上 寒冰石室并不大 摆设更是极为简单 只有石室中间 一张寒冰石台 脸色血白到 没有一丝血色的碧摇 安静地躺在上面 双手放在胸口 握着金色的荷花铃 一个女子 默默坐在她的身边 凝望着她 鬼王走了上去 目光落在辛亥女孩的脸上 眼角忽然抽搐起来 就连附在身后的双手 也忍不住瞬间握紧了 十年了 整整十年了 十年来 她几乎没有一天 不为了女儿伤心 以至于 她甚至故意减少 来看碧摇的次数 以免无法自拔 唯一的 辛亥的女儿啊 她的声音 也变得低沉和沙痒 有机 你让我和姚儿 单独待一会儿 有机慢慢地站了起来 转过身 向鬼王微微行了个礼 随即走了出去 鬼王的目光 扫过她的身影 一言不发 一声低响 石门是开了又关上 寒冰实事之中 就剩下妇女两人 鬼王在碧摇的身旁 慢慢坐下来 姚儿 为父许就没有来看你了 你有没有生我的气呀 她低沉的声音 在石室中 悄悄回荡着 带着不尽的痛处 只有碧摇 依旧是从容平静地躺着 鬼王凝望着那张美丽的脸庞 正正出身 你和你娘 长得可真像啊 就连脾气都差不多 你知道吗 姚儿 你娘当年去世的时候 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但我知道 她是将你托付给了我 多少年来 我只怕对你不好 便再也没有脸去 九泉之下见你的娘亲呢 可是 可是 这位令当今天下无数人 恐惧愤恨的人物 竟然此刻 连声音都微微颤抖起来 说着 她这十年里无数说过的话 你怎么 怎么这么傻呢 碧摇无声 依旧平静躺在她的眼前 在她苍白的容颜上 看不出丝毫的痛苦伤心 相反 隐约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咬尔 鬼王嘀嘀叫了一声 再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这般安静地坐着 陪伴着自己 唯一的 心爱的女孩 直到寒冰时事的石门上 突然传来一声敲门声 鬼王的眉头一皱 眼中杀气一闪而过 这十年来 除了那个鬼力 谁也不敢在她陪伴女儿的时候 打扰她 至于鬼力 在她眼中 向来只有必摇一个的 鬼王却没有再对她说什么 但如今鬼力并不在这 却有人胆敢触犯鬼王大忌 实在罕见 鬼王这冷横一声 站起了身子 用袖袍轻轻擦去 眼角隐觉的泪水 深深呼吸 等她再转过身子的时候 已经又是那个 令无数人敬畏的鬼王了 她缓缓地走到门口 打开石门 走了出去 门外只站着一个人 青龙 鬼王的眉头一皱 青龙乃至鬼王宗 上代四大圣使之首 更使她得力地避忘心腹 向来以重非常 而且她行事从来谨慎 绝对不会擅自做出 打扰她和碧瑶在一起的举动 看来竟是有大事发生了 鬼王以目望之 青龙低声回道 南疆那边传回了消息 怎么了 听说鬼里已经找到 知道还魂一束的人 并且带着她动身回来了 这事非同小可 镇定休养功夫 如鬼王 竟也是喜行余色 他忍不住向前踏出一步 当真 青龙点了点头 心中叹飞 骨肉情深啊 当真谁也不能割舍 鬼王仰手看天 深深呼吸 镇定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 但双手仍然有些微微颤抖 来人是谁 鬼里如何找到的 那人乃是南疆边陲五族之中 苗族大巫师 至于鬼里怎么知道 他怀有魂魂一束 这就不得而知了 嗯 不用管他 只要他能救摇尾就好 能救摇尾就好啊 言价怯怯 实在是恨不得大巫师和鬼里 此刻就到了跟前一班 他们走了几日了 还要多久能到 这消息 是鬼里自己透露给我们 在南方一带的探子 传回来的 听说是因为那个大巫师 身受重伤 无法飞行 所以只好徐徐步行 重伤 怎么回事 听说是南疆五族内斗所受的伤 另外 好像鬼里也受了不轻的伤 而且是伤在正道手中 嗯 怎么回事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南疆那一带 向来是坟香谷市里所在 我们的人很难插进去 仔细的情况 只怕有等鬼里回来再问一问了 不过 南方那儿 一向有老二白虎负责 此番消息传回来也是他传的 但在他话里 似乎 白虎说了什么 白虎提到 与鬼里一道回来的 还有一个 一个 狐媚女子 鬼王的脸色一变 青龙看了鬼王一眼 接着说 另外 白虎还特意在消息中提到一点 就是鬼里身旁那只猴子 似乎不到一样了 鬼王眼中 寒芒一闪 过了半晌 这才慢慢地说道 三眼灵猴 已经开了灵幕了吗 青龙沉默没有说话 寒冰时事之外 突然沉静了下来 鬼王慢慢转身 目光落到 那座石门之上 他的目光 仿佛从这厚厚石门之上 穿了进去 望着了那个 安详躺在石室中的女子 姚儿 你可在看着为父的吗 鬼王的心中 这么悠悠地念了一句